中国的国防率一直在增长中 它这个增长是在军购还是真军等等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了 然后再加上经济算 它实际上军事和安全费用有多少 没有人真的知道 但它这个增长倒是有一个象征性 就是希望跟外界表达 它对国防对安全的注重 尤其是在经济成长换款下 它还愿意投资在国防方面 或许是要其他国家不要在安全和军事方面去挑战中国 习近平从13年开始执政 一直到现在中国的军费翻了一倍 2024年军费成长又高达7.2% 然后它非常重视海空军载台的建立 综合考量的话 其实它会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它载台都非常贵 第二海空军的人员 在职的薪资相对高 退休凤也是相对高 意思就是说 从15年开始军改 海空军的计算大概是15年一个cycle 所以大概到2030到2035年 中国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陷阱 陆军不算 光海空军的人士 包含退休风 会吃掉中国国防预算整体 将近快40%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数字 现在对中国来说 国防预算的持续增长 代表的就是说 即便中国的经济状况不佳 中国共产党对于解放军的照顾 依然是没有降低 这一点的重要性是在于 不管是少子化 或者是在国际的状况 对于中国来说 他们也会去希望有更多人加入解放军 我会觉得是这一次最主要的目的